員警潛入屋內 打開臥室壓制赤裸上身的 熟睡男子 來 警察 起來 警察 起來 幫頭 起來 起來 趴下 員警上前就使出電擊槍 男子看到大批警力 嚇到不敢亂動 警察 手幫頭 警察 手幫頭 另一個房間還有兩名睡覺男子 全都是販毒集團 警方在洗衣機內 找到盡量簽包毒咖啡 喊上白包K他命 甚至還有服用後 就會嚴重脫緒的喪失煙彈 你剛把這個叫水送 他販毒的脈絡 可以不整個大高雄的地區 同樣是販毒 竟由香港黑幫勾結台灣毒銷 從瑞士寄出一個可疑的 沐浴鹽包裹 裡頭竟然藏著10公斤K他命 來 先起來 慢慢起來 一對香港情侶 今年6月來台假觀光 實際是領取毒品包裹 再從台北南下台南 警方一路監視 最後將8人逮捕送辦 另外在高雄 新事局追查發現 詐騙集團把男子居謀海鮮超市 當收款據點在洗錢 經手金額竟然高達6000萬 被害人遇百人 全案一涉嫌詐欺 血塵防治法及組織犯罪條例等 罪嫌移送偵辦 警方現場查扣多輛豪車 將蔡蔡新男子等31人移送偵辦 避免更多人受害 記者盤建人 曹文寧 台北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